所以如果開一塊去的懷孕當中要是煮比較好 對對對 所以像我們現在有人種疫苗糖酸第六位 我們要怎麼去看有新的人要煮一種比較好 A1還是Modern 台灣虎山科醫學學校已經有小廣文給紀律東心 建議懷孕的孕婦最後是打信息RNA疫苗 只有兩種嘛 一個是輝瑞、一個就是Modern 剛才政府開放孕婦優先師打 而且他指定打 要是訊息RNA就是Modern 那是怎麼說台灣虎山科醫學學校的審議中心說 準備要發言人可以做AZ 發言當中的人做Modern比較安全 因為AZ因為它和國務院有關聯 所以孕婦組的可能會比較血酸 會太強勁 怕一會發生血小板底下的血酸TTS 我們過來已經有人組的發生TTS 發生不幸的事情 所以我們既然以前也發生這樣就要不要勉 所以像這陣子有當時也有看出有些人有做完疫苗 就是有些作用或是比較嚴重的 但是那是醫護的狀況 但是有新的護理人可能會比較疼 他們就差不多就 所以就醫生在專業會比較多來看 為我們住室的風聲的調情是怎樣 當然因為孕婦的體質比較虛 所以如果新冠肺炎 他炒光或用呼吸器的比例增加2.9倍 他租交變往增加3倍 他的耍力增加1.7倍 所以他比別人到新冠肺炎比較嚴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保護自己在那裡去做 第二就是在以色列發生兩天 一個25座一個36座 小孩好小好小 但是他就有新冠肺炎 結果小孩死去 死去 我們台灣也有發生 但是我們營產出來的小孩就要火化 但以色列他把小孩胎盤去檢查 各種是冠狀病毒 所以正式 如果當中孕婦肺炎 這個病毒的垂直感染給小孩死去 所以你煮疫苗 一減二股 沒那麼減少 你補給自己 還補給小孩 更何況小孩 這孕婦如果煮 或是說 生小孩的產婦 他煮了他的乳汁 15天就有抗體 如果說 發生當中 他煮了他的擠在一起 就可以測得到抗體 其實就幫你的未來的寶寶 這樣是一個非常安全的保護傘 所以從保護小孩子 跟保護自己的保護 應該都要煮 因為你定義是保護兩條人命 我還有病人 這是雙胞胎 那是保護三條人命 所以要煮